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近年大家都看到 電競產業向香港發展是非常快 尤其是特區政府在2017年開始 亦都在施政報告中開始 要資助和推動產業的發展 整個產業裏面很多 都不是單單電競行業適用的東西 影片拍攝 拍照 隊伍管理 甚至隊伍的保姆 每一個都能夠深入 選擇一個大人的意願 選擇一個大型賽事 或是營運一個隊伍都很必須要有的東西 我們今次課程的名字叫 運動及電競運動管理 榮譽工商管理學試課程 其實這個課程顧名思義 就是將傳統的運動和電競運動 如何結合在一起 還有在整個商業運作來說 電競本身要將它商業化 亦都作為一個產業 如何透過我們一些傳統工商管理的知識 去配合這個結合 其實是一個重點 所以我們這個課程設計 可以說是將幾樣東西融合在一起 而令到我們的學員 其實不單止對傳統運動有認識 對於電競 甚至是我們對於整個相關的工商管理活動 都有深入的認識 譬如運動品牌去放入電競 究竟他們的價值在哪裏 電競幫了他們些什麼呢 反過來就是電競 怎樣可以挖揚一些傳統大型的品牌 可以令到整個電競的界別去到另一個層次 現在很缺一些這樣的人才 去想怎樣將兩盤不相關的生意在一起 我們都很尊重怎樣跟業界的結合 怎樣利用好業界的關係 令到我們的學員其實學以致用 和可以在他們的課程中間 已經可以感受到 我怎樣親身去參與業界的活動 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中間會有很多實習 甚至去一些真正的電競館 或者在電競比賽裏面做一些實習的位置 其實我們都預計在課程中會有安排 希望他們可以透過這個課程 將來甚至進身一些管理人員 管理的階層等等